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问题就是一定要在你的位置 说你是有用的 你是价值连成的 那么你的价值仅限如此 用你就是有价值 不用你你就没价值 但是如果你的内心把这个价值 说我一定要在那儿散光的那个东西要是拿走的话 那你就很厉害了 那你真正的能力才出来 你一定要有点用嘛 这就像那个大树 这叫庄子经常说的 要做无为无用啊 这棵树它有用 能做什么 割棺材 割箱子 那就叫用啊 那个树没用 是不是 它就在那儿 它就在自在 它就在生长 现在人世间是 它是以这个别在人世 你一定要在一个地方 一定要有用好 你去做 你倒茶 因为你会倒茶 是吧 那有用一定是在某一个专职 你一定会做一个某一个专职 其实 你就不懂无为 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有用 那你真的有用 一个人能突破这一点 他真的进入无为无不为的境界 他总觉得要真个 我在哪个要起现我的价值 有个用处 否则我心不安 心不宁的话 那就错了 那你只能干一份工作 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累死 你只能干一份 而且只能做到一定的程度 因为你有习气 欲望 还有外在桥界的限制 就是只是 经经如此 就像那棵树 它再有约 它找到再高 砍下来 它就只做一具棺材 一个柜子 它能做啥呢 要抖无为的东西 是啊 那它砍下来怎么这样 是啊 那直接怎么这样 那它怎样 有这个比喻的 有这个比喻 你看 假如说 你要坐在那儿 大家十几个人坐在那儿 你一定要说 我是有用的 我很有用处 我是有用的 好像觉得 我不安 他在做啥 他在做啥 我觉得我很有财 我也很有油 这个其实就是对自己一个限制 如果你能够在没用的时候 人家都有用 你觉得你没用的时候 你的自信心 一点自卑感也没有 很自信坐在那儿 坦坦荡道 坐在那儿 去成长你自己 这种人才算是人才啊 我告诉你 这种人才是大帅才啊 将来人 就是不管你有用没用 我有用 我没用 我就坐在这儿 我做好自己 坦坦荡道做好自己 然后不断地完善自己 不断地完善自己 然后不要在任何人那儿实现你的价值 因为没有人能给你证明你是有价值的 因为没有人 就是说 你有没有价值 你做出成果来 该到你做的时候 你做出来就是 没有人能证明你是有用或者没用的 有的人很有能力 但心性上跟不上 就是很有能力的时候 一定要在心性上要承担得起 就是承受啊 那就慢慢地 慢慢地 这个人才能做大事 如果心性上跟不上 这有才能也不行 做做做就卡在那儿 卡死在那儿 放不开了 你要做是有些东西得放下 爱物第一 就是说这世界的任何东西 真的是 不管它包装怎么样 有时候我们是爱包装 因为我们的六根嘛 六根执着嘛 染了 就为啥人家催眠你啊 拿什么东西诱惑你 就是个包装 其实包括这个世界的人 都是包装 外边不就一层皮嘛 都是个包装嘛 大家就会被这些包装迷惑 看清楚这些 然后呢 这世界最珍贵的 比如说最值钱的钻石 在其他世界是个土块 所以我告诉你 所有的东西一定在你心里面 能建立起这样的直接的时候 开始出手去做事 你不会 你被什么东西一切进去 还有清晰寡愈自己这儿如如不动 我告诉你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 内外不着想 这个时候做什么做 什么都能成功 而且不会被控制 你在哪一块都不会被控制 我告诉你 怎么做都不会被控制 否则做做做就不行了 第一别忘了佛法 第二别忘了要成道 这下的都是小事 否则你会得不偿失 再过几年 再过十年 如果你们还能活十年的话 我相信都能 你们就知道我说这句话多重要 你成道有 你要能收获 十年以后 很多人连你脚后跟也赶不上 我告诉你 你跟你那些朋友比一比 还从你没事做呢 因为你每个事情 当你走到任何一家企业 你们在工作的 走到任何一家企业 没进门你就知道 他哪块有问题 而且他能不能做起来 这个企业 所以你就清晰 你一着相 这就是人在此山中了 你跟他已经成为一体了 你一着这个杯子的相 你跟这个杯子就一起的 然后你就看不清楚 为什么这个杯子出问题了 找谁的相 你跟谁看不清楚 我告诉你 他恋爱也是 你着了对方的相 你就看不清楚对方 不是说是你不要你爱啊 不要你 是不能着相 不能黏糊 那个黏糊来自己拿 气脉没有 就是身心气脉自己 情欲出来 都得修行 修修把自己的气脉转 清晰管 把自己转了 然后很冷静地去做 那个时候你要去爱也吧 或者是在这个世界做事 你更有更稳定的 然后你才不会跨动 否则自己也管不了自己 管别人 你不着相 没爱 这个事儿挺好的 你要不着相太恋 你才会永恒的爱 我告诉你 你要着了相 相会变的 所以你就会变 相是生命 你那个恋爱就是三天半 我告诉你 着了相的恋爱就是三天半 你还不懂得不着相 你先不着相了再去谈恋爱 你就知道什么叫不着相 谈恋爱 所以你先你没做到 你不要不着相咋谈恋爱 不着相这样能谈恋爱 我告诉你 就是不着相 你不着相 你不着相 你知道谈恋爱 那个时候真的能做到君子 那真的能举爱其名 那真的能在家互相忠重 你才能再忠重一位女性 你才能欣赏到这个女性 各个角度的美 然后你真的是忠重她 如果你一旦选择跟她结婚 今生你们互相忠重的 忠重一定放在地位 而且绝对不会出轨 我告诉你 绝对不会两个人随便出轨 因为一旦忠重放在地位 责任感一定会更少 就是因为你会觉得你去出轨 会伤到她的心 不是你不想 是你觉得她会伤心 你就不会做 我告诉你 因为你会忠重 忠重这个呼应 忠重你选择 忠重你自己的选择 因为你选择了她 如果你着想的话 就三千八 我告诉你 你一伙 你根本不知道你爱啥 你是爱她那个眼睛 还是鼻子 你是爱她那个像 她明天 明天出来的比她更漂亮的 你马上就一亲别恋了 是不是 或者爱她的钱 她钱花完了 你也一亲别恋了 或者爱她的灯的 什么她的总和的 那些东西根本吸引不了你的 我告诉你 这就是着想 着明立青的像 有很多人 娶个漂亮老婆 是给别人看的 其实她内心里边 她也不是很喜欢 就喜欢漂亮 把你回去 觉得能带出去 其实她在外边好几个 整个一大堆 搞的那七八糟 这种就是婚姻不稳定吗 这样你结婚有啥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着相的 我常常知道我着相 但是不着相的 不知道 你除了着相的 就是不着相 那还不知道 那就是你结婚的 你先把着相的 搞垫 放下 不是说让你说不去 你就是先 着相是什么 你就是心有挂矮 你心里边会被静转 你着相的时候 你一定被她转了 就是她的心歪了 她的 她对你说的 你就在乎嘛 你就会转 你先不要被内外镜转 这就是不着相 先如如不动 安住在那 慢慢你 只要令外镜不转 你就马上就抽离出来了 从这个相里边 然后就可以看到实相 实相是什么 色困不二 然后看到这个 你爱咋就咋 其实就是 就是从相里边出零嘛 中相里边出零 你就从三界出零了 好像说很难 其实不难 先出不动 就是不动 concept 4 4 1 2 2 3 2 2 3 3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